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萧松黄上任后 努力透过品牌跨界合作 积极走入民众日常 29号驻召开故宫与Bailbreak联名雄首发记者会 推出穿上故宫院藏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的库博力克雄 既传统游心潮 我们透过一个转眼的技巧 把这些人物更鲜明的印在Bailbreakbreak上面 所以你透过转动的话 你可以看到整个清明上河图不同的版本 好像你在欢迎那个长卷一样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这次的制作非常非常地成功 非常地完美 对于有机会与故宫合作 草丸品牌Medicom Toy也非常重视 社长赤丝隆雁也在相隔30年后 再度造访台湾出席记者会 真的在世界中有很多美術館 所以我认识到极丽 我认识到极丽 这次龙燕除了称赞清明上河图库伯利克雄很可爱 还提到有机会也想试试策域白菜版的Bailbreak 肖宗皇表示 疫情之后护工努力找回人潮 但是国际观光客回流不如预期 因此先专注国内客源 除了策划精彩展览及举办活动外 也希望透过品牌异业结合主动出集吸引新客群 所以我们最近的话就是包括吃冰淇淋都可以看到 故宫的文物 那当然就说它不是只是一个表象的包装 我们是希望透过民众日常可触及的东西都可以想到说这是故宫的文物 那目的还是最主要还是要推销故宫 清明上河图潮装版库伯利克雄首发现场限量100组 每组售价限台并6800元 立即被民众产购一空 不少人甚至车也排队 故宫表示 未来双方还会持续有更多合作 尤其2025年是故宫成立100周年 希望届时有特别款诞生 吸引全球潮玩收藏家的梦荒 邀广记者杨人想象周轮 台北苍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